田园乡野系的农村网红 离子漆 藏族离子佐马 网红的现象连外媒都关注 从他们的机遇 也许可替在都市积极盈盈的你 带来点不一样的正面激励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美丽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 2020年1月20号杨倩龙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的 连时代杂志都报道的 中国乡野系网红 离子漆 佐马 凭什么爆红全球 因为在中国已经红了 好一阵子的农村网红 离子漆 最近开始赢得了国际关注 英国《泰晤士报》将他选为 2020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20位人物之一 无独有偶 中国藏族女子佐马 也被美国《时代》杂志注意到 两年前直接从直播 松露意外爆红 用直播卖农产品 成功帮助当地农村脱贫 成了偏远地区 农民效法的对象 在网红多如过疆之际的时代 他们背后代表的是 一股持续上升的农村网红经济现象 把现代人向往 却又正在流失的田园生活 打造成最大的卖点 吸引对田园生活向往的人们 《时代》杂志也提到 佐马的自然魅力 吸引了忙碌的都市人 他们渴望重新发现 中国被遗忘的文化 佐马现在已经有190万粉丝 在过去5个月内 他帮助在地农村合作社 大概高达50万美元营收 无心插柳首次直播之后 他也开始发布了一些 有关藏族特色的影片 例如穿传统服饰跳舞 在萤火旁边烤肉 以及在雪地放牧株资 李子柒除了在微博 有2000万粉丝之外 在YouTube订阅也达到了834万人 这个数字目前已经超过 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 CNN的粉丝数 他每发布一支短片 一个晚上就能抽出 上千万的人来观看 单支影片最高观看次数 达到3亿人 不同于一般网红 在萤幕面前侃侃而谈 谈各种知识 贩卖各种美妆时尚产品 李子柒用无声的方式 介绍他自己在四川乡下 如何过着自己自主的农村生活 李子柒做菜时 旁边总是插着一瓶 刺激不同的野花 会利用树干和树枝 变成挂椅架与床头灯布置空间 做好一群鲜香的晚餐的时候 你会配上一杯自酿的酒 或是一壶茶 在户外一边赏乐 一边细细品尝 观赏他的视频 会让观众产生一个错觉 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跟着他的脚步 进入他自给自主的乡村唯美生活 在视觉上充分抚慰的那些 异乡背景 在城市过着高压生活的现代人 而网红生态系也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 爆红后 李子柒开电商用自己的名字成为品牌 更找来专业的拍摄团队 让画面从早期的单调僵硬 变得更专业丰富 他推出各种农村的手作产品 据说一个月就有上千万人民币的收入 都是由他的粉丝来买单的 而佐马也同样拥有类似的成功模式 时代杂志也报道 佐马能成功 很大的原因 要归功于现代的物流系统 网络行销 让农村的人不需离开家乡 也能把生意做得很火红 换句话说 他们爆红并且成功变现的背后 代表了自媒体 加上低成本网络行销的商业模式 正在改变传统商业的逻辑 甚至是南漂北漂的就业市场板块 因为只要有内容 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红 尤其抖音快手等待起的短视频风潮 已经成为重要的流量入口 吸引看网络影音长大的年轻消费者青睐 富比志杂志指出 中国拥有超过8亿活跃 叫网络用户 到了2022年 电子商务经济规模可达到1.8亿美元 中国比欧美更早变成网红当道 让网红能以透过自创内容 与粉丝一起由下而上建立品牌 颠覆了过去传统品牌 由上而下靠说故事行销 或是明星代言的方式 李子柒与卓马也让大家看到内容的力量 胜过千言万语 尤其李子柒的影片没有一句英文 在中国网友无法观赏YouTube的情况下 在他YouTube频道上留言的粉丝横跨不同的语言 地域与文化 他不仅是中国网红 更成为了世界网红 好的 今天的美日商业就到这边 李子柒与卓马的故事 激励了这几年面临大企业财源潮的中国年轻一代 只要拥有一技之长 加上无国界的网络力量 不一定非得待在大企业才能安身立命 到哪都可以点时成金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来连结 加入我们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